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在韩国首尔月前举办的2023年度三星晶圆代工论坛上,三星电子代工业务总裁崔世英介绍了三星的晶圆代工路线策略。 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的报道,三星计划到2025年将GAA制成技术制造的晶片应用扩展到3D封装上。 原因是,制成萎缩在降低成本和缩小晶片面积方面存在限制,因此三星正在多样化其后段先进技术。 事实上,当前产业界尚未将GAA制成技术与3D先进封装技术互相结合,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制成技术的复杂度都很高。 其中,GAA制成技术取代了传统的FinFET制成技术,最大化了数据传输路径的面积,同时减小了晶片的尺寸。 至于3D先进封装则是一种整合技术,可以使不同的小晶片堆叠在一起,并在一个封装内,可以像单个晶片一样发挥作用。 这些技术在当前制成萎缩,逐步达到极限的情况下,显得尤为重要。 目前,英特尔和台积电等竞争对手都正在先进封装领域激烈竞争,以增强这些技术的上用化。 三星于2020年首次推出了支持7奈米EUV制成晶片的3D先进封装技术X-Cube。 2022年,三星还全球率先将3奈米GAA制成技术导入量产。 当时,三星在半导体业务部门内组建了先进封装AVP业务团队加速下一代半导体后端制成的研发。 据外媒Octech报道,市场消息指出,三星Exynos 2400将采用iCube封装技术,属于FOWLP擅出型晶圆级封装的入门级产物。 不过,三星还没有决定Exynos 2400最终的规格和封装方案,各部门仍在协商当中。 但有相关消息指出,初步测试成绩显示,Exynos 2400的效能相较于高通的骁龙JR,其单核CPU效能相当。 但因为具备较多核CPU,使其多核心效能也具有优势,能有更好的整体表现。 GPU效能方面,爆料讯息显示,其GPU基准测试部分得分超过骁龙8 Gen3。 值得一提的是,Exynos 2200是三星第一次将AMDRDL2架构的GPU IP整合到行动处理器当中,但是实际表现却不及预期。 从此次的Exynos 2400的传闻的GPU测试成绩来看,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,值得期待。 因为若该晶片真的采用属于FOWLP的iCube封装技术,其可以使效能提升及降低功耗,并且晶片能有更小的封装尺寸,更高的整合度,还有减少晶片的厚度。 不过,三星决定采用iCube封装很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。 三星的iCube属于一种抑制整合技术,可将一个或多个逻辑晶片Logic Chip和多个高频宽记忆体晶片HBM,通过系中介层来将使多个晶片排列封装在一个晶片里。 不久前,就有韩国媒体爆料称,如果汇达认可三星2.5D封装制成的良率,未来可能会将10%的面向云端AI加速的GPU封测订单交给三星来做。 另外,汇达目前的A100和H100GPU所搭载的HBM3是由SK海力士独家供应,但是目前SK海力士的HMB3晶片供应业比较紧张。 三星也希望通过与汇达合作,拿到部分汇达的部分HBM3订单。 根据研究机构集邦咨询的数据,2022年HBM产品市场中,SK海力士占据50%的市场份额,三星占比40%,美光占比10%。 不过在整个DRAM市场中,HBM的份额仅为1%。 该机构预计,从今年起至2025年,HBM将保持每年45%的高速增长。 三星此前已经宣布,将在下半年推出HBM3P产品,具有更高的效能和更大容量。 除此之外,三星还将推出HBM PIM晶片、CXLD RAM晶片等。 来自韩国的分析师表示,三星预计从第四季度起开始,向北美GPU制造商供应HBM3晶片,可能是挥达。 因此,未来这类晶片占三星第RAM总销售额的比重,将从6%扩大至2024年的18%。 除了记忆体,作为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,三星近年来也在持续发力先进封装技术。 在2022年12月,三星还特别成立了先进封装AVP部门,抢供高阶封测市场商机。 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报道,有业内人士8月初透露,三星积极争取挥达的HBM三高频宽计议题和先进封装订单,已进入技术验证阶段。 验证通过后,辉达将会向三星采购HBM三,并将部分高阶GPU晶片H100的先进封装订单外包给三星代工。 目前,辉达的高阶GPU晶片A100和H100系列都是较由台积电独家代工,并采用台积电COWOS先进封装技术进行封装。 但是,由于生成是AI的持续活报,导致相关AI晶片需求爆发,这也使得台积电COWOS先进封装产能供不应求,促使台积电的部分客户开始寻找其他供应商。 在先进制程方面,三星此前多次强调,与台积电在三奈米制程采用传统FINFET技术不同,三星电子从三奈米开始就采用了更先进的GAA技术,三星预计到2027年将如期量产1.4奈米先进制程。 所以,有信心在之后,GAA技术的竞赛中进一步领先台积电。 但在2023年第一季的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占有率上,三星与台积电的差距较第二季有所扩大。 台积电占比为60.1%,三星电子占比则只有12.4%。 究其原因,三星晶圆代工90%以上的客户来自于自己的系统LSI业务,以及高通和辉达。 这代表三星的晶圆代工很难与韩国本土的潜在客户一起成长。 因此,为了强化三星晶圆代工业务的成长,三星在论坛上还宣布了发展本土系统半导体研发生态系统的计划。 其中,三星将于2024年扩展其多专案晶圆NPW服务。 该服务目标是成为人工智慧和高效能运算HPC的关键推动者,预计采用4nm制程来服务客户。 期望在2025年将NPW服务总数量提升10%以上,以带动整体韩国系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。 事实上,韩国的无精元厂IC设计和系统半导体的基础很脆弱。 根据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统计,韩国系统半导体的全球市场占比仅为3%, 无精元厂IC设计公司全球占比更低,仅略高于1%。 而且,今年一季度,全球排名前十大的无精元厂IC设计公司中,有6家是美国公司,3家来自台湾。 其中,台湾大大小小的无精元厂IC设计公司都在与台积电合作,一起创建系统半导体生态系统,也创造了台积电的强大市场竞争力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